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神共憤 政府无能 官员人学 黑心都更 后来又买土地的居民自己盖 我家算是比较特殊 有三个区块加一名 我家是离区 唯一就是有身体评照评照 就是先跟设论工的管理人买土地 然后之后他就出具土地使用全证明书 然后有了土地使用全证明书之后 再跟建设局申请评照评照 然后才盖了加强专照的房子 我们是相信政府 结果政府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权利 就等于间接再放建商 然后第一家建商 那个华府建设 他没有在规定的八个月期间内 送事业计划 送全边计划 正好政府就应该撤销他最佳投资 利换产权一个更好的建商 来继续完成这个未完成的公办公分事业 可是政府没有这样做 我不曉得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结果呢 土地就被那个华府建设 去跟那个土地管理人的债权人买下债权 而且他还牵涉到奖债权 我们这本那个相关派原书就可以知道了 接着呢 他去申请罚派 一派二派三派都流标 第四派就被那个亚青建设余建华标到 然后呢 他就跟我们说他是新地主 不配合政府继续去读根 然后他表现得也很好 当然他还有找一个人 就是乙区的一个居民的快速 然后用起来乙兵兵有礼 然后又对我们很热心 我们还非常谢谢他为我们分手 结果他们达到目的之后呢 叫我们撤销公办都更的目的之后 就把土地转卖给原书建设 然后原书建设就是现在的那个 我们社区民办都更的实施者 然后他不让我们继续住在那里 他要补充金把我们改成这个 九月之间 然后我们许舒华也是接到了法院的强劲拆训 现在他十五天内要自行拆训 就是九月二十八号之前要自行拆训 大家知道九月二十八号什么意思呢 是世界零破千日 这是一个国际的 这是一个国际的节日 就是说提醒各国的政府不可以破千日 结果刚进来的那一步要被破千 这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整个固根对面的这个事 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这个固根对这个国家真的这么重要 比这个东西重要的事情 真的还是太多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 在我们的整个目前的疫情 就变得这么重要 非常多的社会事业工作在这里上 那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 是一个制度性的国际 银建署的官员当然非常清楚 还有这个土地也不只是建商 就一群人他就专门在收集土地 让他收集到一个程序的脉携建设 从刚提升的转化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由来已久 银建署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啊 当然知道啊 所以整个我们银建署来弄一个舞蹈会议来帮那种舞蹈 好不容易有一次来替居民讲过 那那个讲话也没有用 当然没有用的时候银建署也没有做完 那内政部要不要出来 看到这个如果再不处理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 无法去处理真正的 这个在台湾这个都市里面所发生的 那这样都更再推下去它也是代表的 所以许小姐大概证明的就是说 他的银行从这个 过去前进有买 因为买卖的原因很辗转 那么取得 他证明是说 他认为要取得土地所有权 他应该有这个来参加的时间 但因为是没有部分的关系 但是应该他认为 他是由于一部分群的角色里面来 但我们更加重新的期待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很抱歉 我就是我们来之前 大概领调的一个象征 因为法院大概针对土地所有的权 是不是永远的部分 已经有一个看绝 那看绝的结果就是说 他其实是许小姐的第一个 国庆永远的 就是我们土地使用不去的部分 都土地所有的权 就是不同的风险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 不是分析 但就是希望照顾 人住的部分 能够回到这个社区里面来生活 所以即使他今天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们有的土地活去 那是一方的房子 也不是国家的建筑 所以他其实更新法律 或者是建筑容金奖励办法 本来做的一个 是可以安置旧违章建筑的 那实施者要付出处理方案 同线的容金奖励的部分 那这个案子还在审议当中 我想旧违章建筑部的处理方案的 这个部分 属里面可以来协助 都可以来协助 那么协调协助使得 西北市政府 不管这个案子 当时在水域的过程当中 实施者有没有提出来 这个旧违章建筑部的奖励 那我想在水域的时候 都还有机会将他骂了 然后让许小姐这个能够 就是 但是这个旧违章建筑部的处理 大概不是完全不需要成本的 我们许小姐大概还需要 付贷一些的新建的成本 但是能够让许小姐 能够回到这个社区的原来生活 人神共愤 人神共愤 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 官员人学 官员人学 黑心都根 黑心都根 部长吹共 部长吹共